开始吧 好滑烈的手法 好滑烈的手法 索菲亚这一次难道要化柔西木色妆 没错就是传说中的柔西木色妆 柔西木色妆就是以独特的手法 将柔和的妆面与浓烈的色彩融为一体 不仅不失颜色更显得皮肤光彩照人 哈喽大家好我是你的辣妹发开张 今天这个视频就是来画你们一直要求我画的 那个最近很火的那个傻屌电视剧 玛丽学园里面的那个柔西木色妆 我今天画的是被我自己给改良过的 就是添加了我自己的个人的创意 就是跟那部剧里面的是完全不一样 特别今天这个眼影正是别出心裁 今天这个妆画完之后我整个人就是后悔了 我真的很后悔没有在上计校的时候早点化这个妆 不然整个学校的男生都可能会为我排队去买方便面 不过还好坐在手机前面的你们赶上好时代了 最近空气有点干脏 那今天就由我本辣妹亲自教学 为大家表演 演示这款犀利与沉稳于深 娇媚与自然为一体的柔西木色妆 一秒回到四眼前 首先我先来戴上我今天特意准备的这一丁假发 今天会画一个非常复杂的眼妆 所以我会先把眉毛给遮上 那今天用到的粉底液是美宝莲的FITEMIN 色号是B28 遮瑕我用的还是个LUNA的遮瑕液 今天的眼妆我会画一个比较丰富 然后比较花张的一个夕阳眼妆 首先我给我自己画一个假双眼皮 首先我先用这个姿色 然后我用这个盘里的这个颜色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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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用这个颜色 我先用这个颜色的颜色 最后就到了这个柔西木色妆的一个点睛之笔 就是要在脸上画一个很土很丑的橘色塞红 最后一部口红我用的是一个国产的牌子 只有权的608 那今天这个柔西木色妆 到底就已经全部画好了 那这场比赛的结果我想已经很明显了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把黄昏画在眼睛上 那你的人生将又浮落幕了 这种创意只有像我这样的天才美少女才想得出来 那今天这个犀利与沉稳于一身 娇媚自然为一体的柔西木色妆 在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最后如果快乐很难 那我祝你和你爸你妈